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一個均勻盤曲在水平光滑桌面上的鐵圓 然後每米長一點的公斤 若將起一端沿水平方向移 這個速度是4公尺每秒 這裡的話應該是4公尺每秒 4公尺每秒 速度以4公尺每秒的速度拉走 則在未完全拉完之前此拉力為何 未完全拉完之前,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我現在盯住一段 盯住一段因為它是等速移動 那等速移動的話,所以我認了一段 這個力量跟這個力量事實上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繩子上面被拉出來的這些 每一段的話它的張力都一樣 那也就是說這裡拉的力量跟這裡拉的力量是一樣的 那這裡的話它是把什麼呢 把靜止的鐵鏈從速度等於0 鐵鏈從速度等於0的話 瞬間拉成速度等於多少 拉成這個速度是等於4公尺每秒 好,那我現在假設這裡有Dm Dm質量的話 它瞬間的話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它速度本來是0 拉到這裡來的話 它速度是51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動量變化 dp 或者是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i 這個充力 拉的那個充力f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i i的話就是單位時間拉出來的質量 單位時間拉出來的質量 乘以Δv 這個Δv的話就是說 速度從0變成v 事實上這個就是v 那麼這個i的話呢 是等於dm的dt 單位時間拉出來的質量 單位時間拉出來的質量 乘以這個v 好,那dm等於多少 dm的話比如說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呢 我們叫dm 這個dm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單位長度的質量 再乘以dl dl就是這個的長度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lanta 乘以dl 除以dt 那dl就是 單位時間拉出來的長度 這是單位時間拉出來的長度 這個就是v 所以這個是等於lanta vpin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是等於1.2公斤 這個就是等於1.2公斤 每秒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4 所以是等於4.8牛頓 所以答案就是 哦,平方 算錯了 1.2乘以16 我把它計算一下 我把它計算一下 1.2乘以16 這個等於19.2 所以是19.2牛頓 所以大概是19.2牛頓 所以大概是19.2牛頓 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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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